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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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吻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年身外寂有无尽 日久它乡进故乡 要做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爸爸你可知道 而你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一朵雨一生情 广西三江县高顶村 位于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 这个明朝万历年间兴起的村寨 居住着五百多户人家 木楼 古楼 吊脚楼 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 建政了洞族 苗族 汉族等多个民族 和睦相处 团结互助的历史 高顶村多山少田 五百多年前 栋族的吴姓从贵州迁来这里 土地的稀缺引起了栋族和苗族的纷争 相传 当时有个嫁给洞族人家的苗族媳妇 看到当年的骨子欠收了 就对洞族人说 我们把苗族人赶跑了 骨子就长得不好了 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们 村民们都相信了他的话 又诚心诚意地把苗族人请了回来 从此以后 高顶村形成了和亲牧林的传统 名声也在三省传开了 贵州黎平 湖南通道 广西龙盛等地 陆续有人迁来高顶村 安居下来 从以后 我们这个城寨就不断地有其他的系俗也进来了 就一共有六个系俗 共同在这里居居 所以就从那时候起 大家就团结 有爱 和牧相聚 就强走组成 因为这个城寨不断地发展 重大 所以就团结 有爱 和牧这个传统 以及就元素保持上来 居住在高顶村的人口越来越多 从最初迁移进来 到成为邻居长年一起生活劳作 当地人依靠着款约的规则 来协调村民们之间的矛盾 治理村寨的大小事务 倘若有了纷争 就由村寨中最受尊敬的长者 宽首来出面调停 宽这个东西啊 是我们东宿的很坏民友 湖南 贵州 广西 三省脚改结果是东宿的 都是实现过管秀来 读治的经案 实际那时候管的读治 对耕中当中是得毁先的 款约即使村规民约 又有严格的惩罚措施 相当于治安条例 高顶村的先民认为 只有长治才能久安 五百多年来 村寨中的各种纠纷 家庭矛盾 都由款组织来协商解决 在高顶村的中心位置 坐落着一座村寨鼓楼 和六大家族鼓楼 这是调解会议召开的地方 在村民心里有着尊崇的地位 这鼓楼是 动作款组织的基层单位 过去家族里面有什么矛盾 老人主讲就在鼓楼里面 举行家族会议来协商解决 如果系组鼓楼里面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就到城街里面 交开宽小会议来解决 这个鼓楼实际上 就是一个调改机构 古楼的修建 是高顶村人团结一心 乐善于家族村寨工艺事业的象征 今年67岁的吴士康 是高顶村的建筑师 他从20岁起就拜师学艺 仅靠口耳相传的师徒授业 和大闹心酸 不用画图 不用铁钉 却可以建造出 严丝合缝 威严挺拔的鼓楼 高顶村最出名的独柱鼓楼 仅靠一根45米高的柱子 来支撑着11层瓦盐 借助横方与四周边柱相连 造型罕见 独具匠心 这种高超的建筑艺术 在洞族地区远近闻名 而修建这样一座鼓楼 需要整整七个月的时间和辛劳 可是为了村寨共同的利益 吴士康分文畏曲 参加鼓楼兴建的村民们 也都没有收钱 无中古楼为什么用一根木头来建呢 就是为了表示大家团结一心 这个林里和木团结友好 一家建楼 百家帮忙 这是高定村民人人都知晓的道理 在这个远离城镇交通不便的山村里 修建传统的三层木楼并不容易 不可能依靠一家人的力量来完成 每一户人家的木楼都凝结着全村人的辛苦劳作 村中的五百多座木楼都是在这样的手工协作中完成的 在高定村建房子是头等大事 传统的三层木楼需要七八十个壮劳力 共同劳作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初步搭好框架 因此不管谁家建房 村里的青壮连都会前来帮忙 按照当地风俗 建房必须要提前看好极日良辰 吴师傅等了三个月 总算选定了一个好日子 他焦急的心刚放下 不巧又赶上天下起了小雨 他担心着雨天会影响搭建新房的速度 耽误了及时 尽管他心里又喜又愁 但是急匆匆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 他冒着雨去通知亲戚朋友 已经选好了建房的时间 你帮我 我帮你 你让我忘了 隔壁等十里路的意外 咱们都来 开工建房的这天 云开日出 高定村和周边村子的村民们 从四面八方如约而来 杨师傅是建房的总指挥 各项工程技术全部由他把关 天刚亮 他就已经从十里之外 干到施工现场了 工地上的两百多根木头 在短短两天内 要搭建成为三层楼的主体框架 当地人讲究 要赶在吉日粮尘 把主粮放上屋顶 才算大功告成 来帮忙的每个人都尽心建立 杨师傅指挥大家协同作战 又要把好质量观 一些关键的技术活 他还要亲自操作才放心 传统洞足木楼 主体框架全部是木质结构 木头之间依靠笋锚连接 为了加固 用木锤敲打笋锚 成了最重的体力活 前来帮忙的乡亲们轮番上阵 人停工不停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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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卢氏傅一家人 在鼓楼里设宴 热情招待帮忙的乡亲们 第一阶段的工程进度 按时完成 如实父父子和前来帮忙的村民们 都非常高兴 半夜两点 人们还在对框架的每个连接处 仔细检查 让每一根梁与柱排放之间 左右吻合 上下固紧 不知不觉地忙碌了一整夜 到了下午 由于有一部分地基是悬空的 给施工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家的心情都不轻松 八月盛夏的阳光里 人们也顾不上又热又累 赶在下午三点的及时之前 把将近二十吨的木质框架 勤勤协力搜装好 人心齐 泰山泥 八十多人一鼓作气 终于搭建好了木楼的工具 在冰炮声中 承载着高定村乡亲们 辛勤汗水和美好住院的主粮 稳稳地安放在了木楼地上 如果没有老爸老妈的亲戚啊 还有在村子里面的一些亲朋好友啊 那种相亲好友啊 我一个人是不可能搞得起来的 来说进去来的是辛苦他们的 有没有什么的 那是人帮人的 我们也帮别人帮过我们的 这样子的 生活在传统木楼里的高定村民 一直都在使用明火烧水做饭 这很容易引起火灾 历史上高定村曾经发生过火灾 有十几间木楼被烧毁了 如今海流有灾难的痕迹 这让村民们意识到 只有团结协作才能保卫村寨的安全 一个家庭的财产安危 关系到整个村寨的存亡 从此之后 高定村人把防火防灾 也加入了邻里互助的规则之中 最近的一次火灾 发生在2014年农历八月 当时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 村民无存仙 正好外出不在家 没想到家中却失火了 起火点了几米开外 就是家族的鼓楼和独住鼓楼 火势一旦蔓延 整个村寨都会陷入危险 那时候很急 我们每个人从家里面拿一个桶 一桶水一桶一盆水 要滴在上面 所以有个年轻人他都不管这么多了 他就爬上这里 把那个玻璃 那个玻璃他都拿桌踩烂了 踩烂把他的桌都还划出起来 他还站在那里 拿手抓 人家就从这里滴水上去 就上面也见人 那里面也见人 所以一只中从去拿水 就忙得滴水上去 这个楼上去 金戈几米远的几户邻居 并没有忙于搬自家的东西 而是立刻前来帮忙救火 仅用二十分钟 大火就被村民们 用自己的土办法灭掉 而吉米之外的古楼木房 都幸免于难 火灾后当天晚上 乡亲都带来了被子油米 来安慰吴村县 通宵陪着他度过了灾难后的第一夜 亲心协力救火 也是高定村不成文的约定 在无情的大火面前 没有人只顾及自己的财产 2006年 村里的一户人家 不幸发生了火灾 而这一家偏偏离水源很远 给救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情急之下 村民们用了一种 意想不到的方法来救火 传逐村民来了没有水了 那时候没有水那怎么搞呢 那就用泥巴 现在有两千多人嘛 拿一千人 这个都受不了 但是各个就一抓 一下子一千抓 这样就抓下去的 一下子就打 就灭了 尽管当时有两间木房子被烧毁了 但是村民们巧妙地补救 及时地阻止了大火的蔓延 在你家也好 在我家也好 就是大家有这个责任 保护我们的生命台下 是有这个 我们就有这个情神 所以我们成就保护 像现在有一百年多又 没有发生过大火 2005年 三江县拿出专项资金 给高定村修建了消防设施 吴唐忠是村里的义务消防队队长 他经常走遍村寨的家家户户 排除消防隐患 检查消防设施 有安全就得有很多 平时有咖啡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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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有咖啡的 有点灯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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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有安全光啊 有 你消火的时候要 一直让我们人待着开 你要一直在这看消火 消火了 我们走了要把它盖好 盖好把它要注意安全 盖安全了 你连带离开 每天清晨六点半 五十八岁的巡占员吴包恩 就拿着喇叭 来到村里的每一个固定巡视地点 喊债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我大概一件以来 人多点了就有人喊了 喊就是防火 关于防火这方面 早上喊一次 晚上晚喊一次 一 二 上 开机 为了防患于未然 自古以来 高顶村的村民们 就自发地成立了义务消防队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高顶村的义务消防队 也演变成为 更加专业化的义务消防队 定期演练灭火 随时准备应对火灾 盛夏时节 高顶村的男人们忙着盖房子 而女人们忙着练步 这里的人们仍然喜欢用传统的方式 染布做新衣 到了来年春节 好穿上漂亮的新冻服 热热闹闹的庆祝新年 几丈长的土布 要染上颜色 步骤繁琐 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光靠一个女人的力量 是不可能染成的 周围的邻居们都会来帮忙 这样才能赶上 拿到八月最好的阳光底下暴晒 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里的洞族人 都用当地的蓝电草 作为染料 染布的手法也流传了数百年 清洗和浸泡 蒸布和晒布 女人们同心协力 为过年的衣衫 染上了最质朴温暖的色彩 有些人都会来帮忙 天天 国自拍 sympathetic remedies 血洗和浸泡 中心博物 人家客饭 生日快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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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培蘇是高定村的幼兒園老師 平常既要照顧孩子 也要做家務活 而吳培蘇愛人是跑運輸的司機 工作辛勞 吳培蘇包攬了全部的家務 我們祖祖之前以前是這樣 我們董祖把祖廟祖趕走 這個是以前的事情 但是現在呢 我有轉嫁給祖廟祖 也沒有什麼 我們之間也相處得很好 沒有什麼像他家公家婆都對我很好 像是幾個兒女一樣 跟我們看來 我們相處得很穩穩 儘管有時愛人很晚才能回到家 吳培蘇和家人們 還是等著他回來一起打油茶 吳培蘇是棟祖 愛人是苗祖 兩人結婚十五年來恩愛有家 胡適家 胡適家公家婆 一家人其樂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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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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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 高定村的村民們都搬上了新衣裳 全部都集中到村寨古龍的屏壁上 熱熱鬧鬧的洞子才剛穩 拉開了持久迎新的劫力去 拉開了持久迎新的劫力去 一直要從整夜出漁鬧到整夜十五 所以通過唱歌跳舞 大家拉近親情 使村民之間更加團結勇愛 春節期間在現城工作的吳有興 也回到了高定村和父母一起過春節 高定村有一半人像吳有興這樣在村外工作 吳有興上學時家境困難 曾經得到過村民們的資助 工作之後 他和村裡在外工作的老鄉們商議 一起成立了同村會 把高定村集資助學的傳統繼承下來 十年間 同村會每年都在村裡的春節晚會上 給優秀學子發獎學金 我當時我是在那裡讀書長大的 所以給我留下來的印象是 比如說教育這款 或者是我們發的校舍 教室很簡陋 當時讀書給我的印象最深 那我們怎麼想改變這家鄉面貌 就啟發了我 在高定村熱鬧的晚會開場 不斷地有人發紅包捐物品 這也是高定村的傳統 捐多捐少隨個人心意 村民就是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 表達自己為高定教育出錢出力的願望 集資助學的傳統已經成為高定村春節最為吸引人的重頭戲 從小學到大學 各年級成績優秀的學生 還有教學優異的好老師都會得到獎勵 這項公益活動 既是春節大人小孩歡慶的一項重要活動 也是常年在外工作的鄉親們為家鄉做的一件實事 新年齡是高定村洞族人喜劫良緣的好日子 武器中的小兒子選擇了大年初三辦喜事 按照慣例親戚朋友要一起慶賀三天 在鄉族人隆重的送親儀式上 男方家把米酒魚肉送到女方家 雙方互贈的結婚彩禮都不涉及金錢 僅僅是酒席用的材料和家庭生活的物品 高定村人用這種方式來表示對親家的尊重 同時也是祝福新郎新娘互相尊重和睦相處生活美滿 村裡面的鄰里之間都是很寒慕有益的 其實這個影響是無形之間的 我們看不到 但是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講 大家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了這個管理在哪子裡面 處理包括在房子裡面 還在家庭裡面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 和同等級還有老婆經理關係都是一樣的 以父親尊重為原則吧 五百年來這裡的每一片瓦每一塊木板 都記載著高定村團結互助和睦相處的故事 在晨溪中 木樓和鼓樓交相回應 古老的村寨洋溢溢著充滿活力的黃彩 俨沉溢接 esta木蓬設斗 зал Believe What the future 地方 Das Meet intention is to get it 遠遠的那個地方 遠遠的那個地方 是新瓜年的故鄉 家乡窗前梅花 是否会依然绽放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我离开的故乡 家乡门前梅沫 是否依然在盼望 亲爱的亲爱的家乡 你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我是世上最亲爱的 我是世上最亲爱的 我是世上最亲爱的